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我自己拍起來非常的心悶 因為我已經想要拍這個主題很久了 可是遲遲都還沒有拍 今天我終於把它拍出來了,好不好 就是我要跟你們分享我最喜歡的唇膏們啦 而且你們不用擔心,今天的唇膏全部都是開架的 我在挑的時候發現 我每個品牌都各挑了一支 我總共挑了五支我最喜歡的唇膏們 然後全部都是開架的 而且今天的顏色全部都是很日常的妝容都可以使用的唇色 就是沒有特別奇怪的顏色 都是屬於那種人人都可以駕馭的顏色 因為我平常你們也知道我沒有特別追求要非常特別啊 還是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平常在用唇膏都是非常就是日常基本 然後任何場合,任何時候都很適合的顏色 所以讓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首先是CLEO的魔幻吻合光感磁色唇膏 4號的信袍沙瓦色 這支唇膏我覺得它是非常經典的韓國唇膏 帶點螢光的色調,但是又不會太明顯 所以我覺得擦在嘴巴上反而會讓皮膚特別的顯白 那它的優點是非常非常的顯色 你只要輕輕一擦就可以把整個嘴唇都填滿 而且它不只顯色又非常的持久 所以真的很適合我這種懶人 你一整天都不太需要補它,它的顏色還是很持久唷 再來這一款大家應該不陌生 是Maybelline的色樣絲絨純粹 顏色是Mate 12 這一款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雖然它是霧面的質地 可是在嘴唇上卻不會看起來很乾的感覺 也不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很像要均勒 顏色也是非常日常的妝容都可以適用 不管是上班還是上課都很適合 可是這一款我覺得它有個小缺點 就是因為它是霧面的 所以有時候覺得它真的有點乾 會有一種很想要用舌頭去舔人中的感覺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 再來是Intergrit的嘟嘟風唇彩筆 這一款我非常推薦學生可以去買它 因為它整個系列都是上課都很適合可以擦的口紅 而且這一款非常的水潤 就算你沒有上護唇膏直接塗上嘴唇 也不會有一種KK的感覺 有沒有看我影片在擦的時候特別滑順 就是你可以把它滑來滑去 都不用擔心不會上到嘴唇上 所以我平常去上學如果沒有化妝也很喜歡擦這一支 就算你素顏擦上去也不會顯得很妥兀 我的嘴巴怎麼牽走 但這樣就是很喜歡這一支 這是露華濃的奶油潤彩亮唇膏 色號是025蜜桃雪若 這支色號聽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它的顏色是有帶一點亮粉 可是卻不會非常的突兀 這一支我覺得很適合去參加正式活動的時候可以擦 看起來有氣質但又不會太成熟老氣 擦在嘴巴上的感覺是非常的飽和有光澤感 但是又不會顯得太油膩 我很喜歡這一支 最後是NYX的奶油柔華唇膏 色號是BLS的15號 我覺得這一系列的唇膏是屬於可塑性非常的強 因為你輕輕上在嘴巴上的時候可以讓你看起來很有氣色 但是你多疊加幾層的時候顏色又會越來越飽和 是一個一支就可以在各個場合使用的唇膏 那我這一支的色號是屬於正紅色 但是我覺得它並不是一個很難駕馭的紅 如果你是想要嘗試紅唇的朋友們 我覺得你們可以從這一支先下手看看 那以上就是我目前手邊最喜歡的開架唇膏們啦 不曉得這五支唇膏裡面你們最喜歡哪一支呢 我個人覺得NYX這一支是一個你可以從早用到晚的顏色 就你早上如果去上課或是上班 你就只要擦淡淡一層就可以很有氣色 那你晚上如果要出去玩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疊多層一點就可以有非常很有氣勢的感覺 對 如果你是新朋友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你們好 我叫做美根 我現在不定時每個禮拜三跟禮拜五都會有新的影片上映 那我的頻道不只針對美妝 還有很多有的沒的影片 常常會有閒聊啊 閒話家常啊 就是有的沒的 你們去點點看我其他的影片就知道了 那就是這個樣子 不要忘記我們下個禮拜還會有新的影片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好謝謝大家看完今天這支影片 第一次拍四次的影片希望你們喜歡 不要忘記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幫我點個讚 讓我知道你們很喜歡 像之前星巴克的影片就有很多張 就知道你們很喜歡 所以我會拍續集的不要擔心 那我最近在想我想要拍一個Instagram的Q&A 在可能這一兩週我會PO一張照片 然後跟你們說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問題 然後我就可以 拍影片一同回答你們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追蹤我Instagram的話 可以去追蹤 或是你不要追蹤 你可以就定時回來 Check我什麼時候會發那張照片 然後再來問我問題 那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們 老樣子 可以按你們右邊的 右邊 右邊 右邊的紅色按鈕點下去 就可以訂閱我 得到最新的消息 在每個禮拜三或是禮拜五 看到最新的影片囉 那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下週見 下週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